响应世界地球日 马六甲耐木制公司 七年来都邀请慈济志工 提供环保讲座及环保展览 最主要就是每年给他们有一些环保的信息 他的员工 个人都有这种情节 落实在他们的生活上 公司还没有推行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概念的 然后因为公司是在推行 一直在给我们一些知识 所以我们会做环保越做越开心 耐木制以往推动资源回收 节约用水用电 聚用保利笼 零废料处理 更在今年了解到 废电池对环境造成的危害后 进行废电池回收 听过了这个池机刚才的讲说之后 我们会尽量在我们所用的产品方面 尤其是计算机或是其他的配备 能够尽量不要用有电池 素食不止对健康好 也是拯救地球最快的方式 耐木制在今年4月开始 把每年一天速食日 改成每个月的22号 提供免费速食午餐 给700位员工 我们试一试在现在开始 每一个月一直 看他们的适应度到哪里去 我们是希望能够做到 能够尽量协助他们 也能够协助到这个地球 内幕制工厂 致力推动环保 减轻对环境的伤害 许地球一个绿色的未来 大海新闻 饶鱼论 柯华清 马来西亚 马六甲报导